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以后想吃烤囊就在家里自己做 外酥里软做法简单,一个烤箱就能搞定 今天饕铁就把家庭版烤囊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跟着饕铁的视频做起来吧 空碗里先取500克干面粉 打入一颗新鲜的鸡蛋大约60克 3克酵母粉,5克白砂糖,1克小苏打 用筷子将食材搅拌均匀 再倒入200克40度的温水搅拌成软硬实重的面絮状 和发面的水温一定要控制到40度左右 这样不仅能缩短面团的醒发时间 还能让醒发好的面团更加疏松多口 一直搅拌到大碗里没有多余的干面粉就可以了 下手将面絮团成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放在面垫上将面团简单揉一揉 放进空碗里盖上盖子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 等面团醒发好后在面垫上撒点干面粉 然后给醒发好的面团排一下气 将面团搓长搓细后分成六个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也可以根据您家里烤盘的大小来分 将所有的面剂子揉光滑 放进铺了烘焙纸的烤盘里 盖上塑料布醒发40分钟 面团醒发好后给表面刷点食用油 取一个酒瓶在面团上按压一下 咱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用叉子给生胚中间插上小孔 再给表面刷一层蛋黄叶 撒一点提味增香的熟芝麻 推进预热好的烤箱里放中间一层 关上箱门后上下火220度烤15分钟 时间到了咱们的烤囊也做好了 金黄金黄的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试一下吧 饕贴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感兴趣的朋友点个关注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